从没见过这么烂的枪法 枪枪射歪八环都进不了 射击一般 体能一般 驾驶一般 最后总分也很一般 只有70分 刚好及格 可这个一般般先生 看着可不像是只能及格的水平 你看他双手插兜 气定神仙 一点也不担心自己的成绩 仿佛早就知道结果 等等 早就知道 还是他故意为之 毕竟虽然得第一很难 但要不多不少 刚好及格 这就更难 他要精确的把握好自己 从而达到他想要的分数 而这个及格分数 就刚刚好 既能让他达标进入安保公司 又不会引人注意 惹上不必要的麻烦 因为他可不是来干安保的 他有着更重要的事情 70分的效果很好 同事们都不看好一般般先生 毕竟 押送运钞车的工作十分危险 而70分显然不太行 不太行 那就让你看看达哥到底行不行 工作的前几天还算顺利 可这天 他就遇上了劫匪 劫匪绑架了他的队长 从此要挟他们 将现金送到指定地点 听到这 旁边的同事小马慌了 按照公司流程 他们应该扔下队长 将运钞车开走 保护好车上的250万美元 但达哥却一脸淡定 他不会抛下自己的兄弟 小马考虑半天 还是跟他决定一起 来到指定地点 劫匪拿枪指着队长 要求他们将钱扔到劫匪的车上 而这个任务 就交给了达哥 一代两代没有问题 可第三代却直接扔到了地上 劫匪见状 举枪下车 而达哥也已做好准备 这才是他真正的实力 枪枪爆头 弹无虚发 手枪直接压制机枪 一般般先生 真的喊不一般 一会儿功夫 劫匪就躺了一地 达哥朝着最后一名劫匪追了过去 一枪一条腿 两枪倒下 第三枪直接爆头 赶来支援的同伴 震惊地看着这一切 他竟然一人就干掉了所有劫匪 经过这件事 达哥一战成名 变成了公司里的大红人 不仅老板对他青睐有加 之前轻视他的同事们也为他鼓掌示意 但达哥却依然面色平静 似乎对人们的赞誉已经习以为常 几个月后 达哥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 就再次遇上了劫匪 这次的劫匪显然比之前遇到的更加专业 先对天放枪 下退群众 挡住视线 炸开运钞车 便往车里释放烟雾 逼迫人们下车 队长受不住这呛人的烟雾 率先下车 马上就被劫匪控制住 而达哥则跳下车 拿掉毛巾露出了自己的脸 劫匪看见他竟然是满脸的震惊 并大声喝令手下撤退 达哥甚至一句话都没说 仅凭一张脸 就吓退了整队的劫匪 他究竟是什么人 运钞车突然被拦住了去路 本来以为稍等片刻就好 却没想到 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抢劫 面对劫匪的威胁 他们慌忙通知了总部 但接着 劫匪就往车里扔了一颗闪光弹 并将他们全部赶下车 开始转移运钞车上的钞票 可就在这时 一名警卫猛的攻击劫匪 想要劫走这个刀疤男的枪 争夺中 刀疤男的面罩被扯掉 一气之下 射上了两名警卫 旁边的男孩看到了他的脸 他毫不犹豫的开枪灭口 达哥听到枪声 疯狂的朝着这边跑来 但为时已晚 还没跑到儿子身边 达哥就被刀疤男击枪放倒 警察马上就到 劫匪们慌忙逃跑 他们没有发现 倒在地上的男人还活着 而他们不知道 自己惹上了一个 多么不该惹的男人 达哥醒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复仇 他是当地势力最强的黑帮老大 召集了所有手下打探消息 接连灭掉几个帮派之后 他还是没能找到那伙劫匪 于是 他找人伪造了一个全新的身份 顺利的混进了安保公司 只要那群劫匪再次行动 他就以牙还牙 这群劫匪其实都是退伍的军人 生活不如意 缺乏激情 让他们又重新聚到了一起 他们先去抢劫了石油大亨的豪宅 可拿到的钱 还不够几个人分担 接着 他们又伪装成清洁工 成功的洗劫了一辆运钞车 这次 收获颇风 尝到甜头的解粉们 将目光转移到了抢运钞车上 他们马上制定好下一次的行动计划 这一次 竟然足足有600万美金 于是 他们提前一个半月就开始侦查 伪装成建筑工人的样子 并在内应的帮助下 将运钞车洗劫一空后 成功逃跑 也就是在这次行动中 达巴南杀死了达哥的儿子 而他们之后也沉寂了一段时间 等到风波平静后 他们再次聚到了一起 原来是内应传来了消息 而这次他们的目标则是 安保公司的仓库 因为每周五 这里都会送来数亿的美金 黑色星期五 不仅是女人们的狂欢 也是这群劫匪的盛宴 我们做这个正确 我们永远都必须再继续劫 多少 150万 他们提前从内应那里得到消息 这周五将会有上亿的美金 送入安保公司的仓库 这里警卫众多 装备警两 他们必须制定好周密的计划 到了这天 上级提前警示所有人 必须提高警惕 严防可疑人员 达哥跟队长一组 刚开始一切都很正常 可在回去的路上 达哥觉察到队长有些不太对劲 却没想到队长直接自爆 他警告达哥 你的枪是没有子弹的 要想活命 你就只能乖乖听话 将他们带到仓库 协助他们完成抢劫 达哥终于找到了杀害儿子的凶手 他的内心波涛汹涌 恨不得直接撕碎眼前的男人 但他的脸上却丝毫不鲜 因为他要等着见到所有的劫匪 将他们一网打尽 队长关上摄像头 对总部谎称摄像头故障 并将车开进了一间仓库 劫匪们的车辆随即开了进来 他们身着防弹盔甲 装备精良 劫匪们肆无忌惮地往运舱车里塞装备 而达哥就任由他们摆布 全程没有丝毫表情 就这样 劫匪们顺利地进入仓库 并很快控制了现场 一拨人将达哥押入保险库 将里面的人都捆绑起来 另一拨人压着队长来到控制室 里面的人看到后 迅速按响警报 他们立马做好战斗准备 双方就这样 隔着栏杆疯狂扫射 劫匪们毕竟是特种兵出身 训练有数 他们见强攻不下 直接用炸弹炸开了铁门 没过多久 这些警卫们就全部阵亡 劫匪们安心洗劫保险库 眼看劫匪们就要逃之夭夭 一直藏在其他运钞车里的警卫 站了出来 他朝着劫匪开了一枪 这一枪吸引了保险库里劫匪的注意 给了达哥机会 他趁机绊倒劫匪 并将劫匪勒晕过去 他割开绳子 穿上劫匪的衣服 拿上枪 走了出去 迅速干掉一人 接着他和另外一名劫匪 在楼道里打斗起来 混乱中 达哥大腿中了一枪 他忍着剧痛 拔出匕首 解决了劫匪 而眼尖场面失去控制 队长决定亲自出马 通过骗取同事们的信任 将他们残忍杀害 谢谢 喂 什么 劫匪们想要离开 达哥却冲了出来 两方再次火拼起来 劫匪们又倒下一人 但就在达哥混蛋的奸细 队长出现 冲着他一顿扫射 达哥倒下了 而此时 劫匪们加上队长还有三人 他们撞开门口的警车 顺利地逃了出去 但刀疤男十分贪婪 他想一人独占这些财富 于是 先后干掉了他的同伴和队长 晚上 刀疤男正享受着美酒 突然 听到了前代理的电话铃声 正在疑惑时 角落里却传来了声音 达哥将儿子的尸检报告扔给他 随后开枪 一枪 两枪 三枪 四枪 他打中的全是儿子中枪的部位 肝脏 肺 脾脏 心脏 终于为儿子报仇血恨 就算是钢铁般的男人 内心也总有柔软的地方 对于达哥 孩子就是他的逆临 为了孩子 他可以隐姓埋名 扶低做小 为了孩子 他可以不顾性命 追查凶手 父爱至深 如此伟大